你们是谁啊 你们干什么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太知道了 白局长家的千金大小姐呀 不用想了 这个你认识吧 你们是在逃的犯人啊 放开我 白局长浩大喜功 把我们兄弟几个人 逼得可是太惨了 老子成亲那天 你们白家进山缉拿 害我白白丢了一个新媳妇 这批张罕 你白家大小姐 就先博上吧 救命啊 带走 你没有人 走 走 兄弟 走 快走快走 快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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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闹市边儿劫财劫色 你们这儿的毛贼也是太过猖口 这个世道就是因为你们这些臭鱼烂虾多了 才心里一锅汤 兄弟啊 没事别瞎掺和别人的家务事 管好你自己的小命 是你们自己滚 还是等我在你们脑袋上开个洞再滚 走 没事吧 没事 刚才这边有枪声 去看看 我跟你一起走 别添乱了 警察又不抓你 要跟就跟吧 走 那边看看 这儿 快 走 安全了 没事吧 没事 今天谢谢你啊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可能就 哎 千万别这么说 要不是我把你约出来 你也不会有危险 那几个绑匪 本来就跟我爹有旧仇 就算不是今天绑我 应该也会是别的时候的 你胆子挺大的嘛 最近城里面一直闹失踪案 我以为你不敢一个人出来 我 我不怕 你又不是坏人 白十七小姐 真挺逗的啊 刚认识我就信我 今天找我来什么事儿 之前在山上救你那丫头 住进白府了吧 嗯 她是我朋友 我知道 她自称是巡猎师 说要帮我爹破案 好保住你们几个同伙 但我爹好像只给她七天时间 我担心她在白府有危险 你能帮我照顾一下她吗 你这么关心这个余小姐啊 你们 只是朋友 这么说吧 她是我喜欢的人 虽然我们现在只是朋友 但她早晚是我的女人 你家里没有未婚妻吗 你怎么知道 我 我看你年纪到了吗 确实有一个未婚妻 不过我没打算结婚 我这次来也是为了解除婚约 不是 解除婚约 因为那个余小姐啊 跟她没关系 就算没有她 我依然要解除婚约 结婚一定要是和自己 喜欢的人在一起 那你 不 你懂什么是喜欢吗 我 我不知道我懂不懂 你还小 以后就懂了 这结婚啊 要是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那和活埋有什么区别啊 人生长长短短 都是一辈子 小爷不想那么活 但 你跟你那个未婚妻 接触之后 说不定你会喜欢她呢对吧 不可能 小爷早就心有所属了 好 十七小姐 如果你愿意帮我这个忙 我顾北溪记你这个人情 如果你有难言之意 我也可以理解 只是能求你别把这件事 告诉其他人 帮我保个命 你看行吗 好 你这个人情诈我要了 但是啊 你跟那个 余小姐 要是有什么 对白府不利的意图的话 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放心 我们和白府的目标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调查 这个城市的失踪案 走了 我送你回去 这一边